大家好,我是賴斯拉 本來這集可以做一些照片 但近兩天比較頻撲 所以就遲了一點 在上一集留言區有朋友問 為何明知道要預訂好酒店 才可以入境內地做隔離 不過又出現這麼多沖慣的情況呢? 我想有需要回內地的朋友 應該體會過很多次登入健康液站 都沒辦法成功預訂房間的經歷 一至兩個人要預訂一間房間 搶得到已經非常難 如果一家幾口或以上 想再訂多一兩間房間一起出發的話 實在近乎不可能 在等候區等派房的闖關者當中 不少就像我們一樣 家人當中有小部分搶到房間 但最終都是放棄那些成功預訂的房間 共同進退,一起等官員派房再出發 他們形容搶到一間房間 就等於種了一次綠合彩 想再搶多一間 就等於種了綠合彩 想再即刻種多一場這麼多寶 我也覺得形容得很貼切 也看到當中的無奈 另外在留言區 又有人覺得近期這麼多香港人湧入內地 隨時會將病毒帶回國內 香港人真的要顧及一下內地人的感受 不過也有人認為 現在回到內地的人 一定有他們的特別原因 否則不會受這麼多折磨 付出這麼多金錢、時間、心力 都要回上去 其實我們都很明白 多了香港人入境 會為內地帶來一些防疫上的壓力 但也相信內地政府 完全了解入境者的迫不得已 基於內地的防疫政策 以及公共衛生等等各方面的考慮 以現時香港的情況 實在是不可能讓我們 在中港之間自由往來的 不過只要我們肯依存國家的入境和檢疫要求 其實內地政府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摒棄我們 他們明白香港人回國內的需要 也都了解每一項政策都會有不足之處 所以就會用其他手段去彌補當中的缺漏 法理之外兼備人情 2月9日 有大批的闖關者滯留 他們只會勸退而不會勒令截犯 2月10日 為了要先解決制留人士的問題 他們大幅減少了闖關者入境的人數 但我親眼看到 官員對老弱有少闖關者的賀狐 他們會將一個坐輪椅的老人家 用擔架抬去醫療室 經過治理後立即送他去酒店 海關的護理人員 又會不停地監察著一個發燒剛出生的寶寶 並且很快地安排他們一家人離開 這些闖關者可能真的需要離港避疫 但從來都沒有被嫌棄 他們由香港回國 可能會為國家帶來疫情上的風險 但是一個國家對待他的子民就是有這種亮度和關顧 所以我從來都不會抗拒回內地要檢疫隔離 因為這些是我們要盡的責任 好幸運 我們全部家人都能夠順利地分發到同一間酒店 在深圳灣厚岸經歷了兩個日與夜 凌晨時分 我們抵達了酒店 可能我們滯留的人比較多 房間又比較緊張 所以便可以容許我們兩個人甚至三個人一間房間 我們的房間就是安排了三個人同住 酒店的大堂很精緻 最喜出望外的就是房間樓層的走廊 牆身和地台都沒有用膠紙圍封 感覺很舒適 沒有那麼煞有介事 心理上都輕鬆了很多 雖然房內不是三張單人床 而是兩張上下格床 但是我們明白 現在是來隔離 而不是來度假 房間整結 空間不太狹小 便已經很滿足 第二天 我們將所有行李 和各人的工作空間安排好之後 我就發微信 去向那位海關先生道謝 原來他們昨晚 就是為我們這班香港的滯留人士分配酒店 工作到凌晨三點幾 收拾東西 聊聊天 一天很快 就在吃完晚飯之後 房間的電話忽然間響起 對方是酒店的職員 他很緊張地叫我們盡快收拾行李 我們全層的隔離人士都要立即撤離 樓下有車送我們去另一間酒店 當時我們都很緊張 把所有安頓好的東西 全部不分離我 就塞在行李箭裡 在撿拾期間 酒店的職員不斷打電話 和敲我們的房門 去催促我們盡快離開現場 手忙腳亂之際 又有職員分發全套的保護裝備給我們 盯促我們要穿起這套最高規格的裝備 才可以離開 而且強調離開得越快越好 於是我們就穿上保護衣 戴上頭套、鞋套、手套、口罩、面罩 以最快的速度推著行李 落到樓下上車 我們同一班的闖關者 聚集在車上 議論紛紛 有人說聽到消息是酒店接待了一個香港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所以我們要緊急撤離 不過 最終酒店 都沒有向我們公開交代 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穿起那套保護裝備 才知道 原來是這麼辛苦 心裏更加敬佩 那些經常要穿著這套裝備工作的人 去到另一間酒店 是國際級酒店 他們都依照上一間酒店的名單來分房 我們依然是同樣三個人同住 不過 這次的房間只有兩張單人床 地方又小一點 如果加藏的話就會很擠 於是我就看看全層的平面圖 發覺那一層的專屬隔離樓層是有套房的 於是我就嘗試問一下可不可以加錢 加床 換套房呢 原來又可以的 我們三個就很開心地想著可以在這個比較寬敞的空間 去度過餘下的隔離日子 不過可能我們這班藏觀者 從來都沒有一間酒店確認訂房 而這間酒店又是全深圳唯一一間接待國際航班的酒店 原宵那晚 因為他們臨時知道要接待一班國際的旅客 這樣就要我們去騰空所有的房間出來 我們有了一次要收拾行李 搬去另一間酒店 這一次我們就有充裕的時間去收拾我們的行裝 我們同一班闖關者又再一次在車上見面 有不少人覺得搬來搬去真的很麻煩 但是我覺得人人隔離連走出房門口一步都不行 而我們就可以在幾間酒店之間出出入入 還可以在元宵節一起坐旅遊巴觀光 在一個不一樣的隔離 反而挺精彩 時間還覺得特別快 來到今天隔離的日子已經過了一半有多 見到香港很多病人在醫院門口的帳篷裡 餐風露宿 動到要在暖戰之外還要加上錫紙 其實看到都很心痛 因為他們比起我們闖關當晚的情況辛苦很多 希望香港的疫情可以早日得到控制 病人可以盡快得到救治 天由香港人